以軍全天候轟炸 目標卻是黎巴嫩難民營 哈馬斯隨後證實 旗下軍事分支卡桑旅指揮官 和妻女一家四口惨遭滅門 卡桑旅是哈馬斯在加薩 裝備最精良的武裝組織 以色列不久前發生恐攻 卡桑旅承認犯案 以色列報復 來了又快又猛 再一次痛擊珍珠黨 才說戰力無損 珍珠黨認了接班人 珍珠黨二號人物 薩法丁生死不明 大陸以為平地 以軍單日破千次襲擊 黎巴嫩五分之一人口流離失所 再現人道危機 但最棘手的還是扶植 珍珠黨和哈馬斯的伊朗 和以色列大國衝突 以色列和伊朗都說 不願陷入 圓圓相報惡性循環 區域性消耗戰 難保不會擦槍走火 大戰一觸即發 三新聞嚴信報導